我們專輯代理飛曲目 第一首歌是什麼歌 She will be fine 太厲害了 厲害 厲害了 代理這首歌 不是啦 不愧是同門好友 告舞仁迷先生 互相抽考專輯知識問答 統統滿分過關 不過現在只是先禮後兵 因為他們即將在金曲獎上 廝殺 搶奪最佳樂團獎座 緊張到不會 但是真的是替大家都滿開心的 因為畢竟同公司 所以很多製作的過程 那些辛苦都看在眼裡 告舞仁的專輯 以及迷先生的專輯 都是由幕後的 辛苦的工作人員打造出來的 所以其實入圍的時候 我們就紛紛傳訊息給所有工作人員 就是祝賀他們才是 英雄 習英雄 只是迷先生心情 當然沒有那麼緊張 因為他們已經拿過一次 金曲最佳樂團獎 今年是高五人第三度角逐 我本來想說沒有得獎的話 沒有得獎的話我們就去吃烤雞 有得獎的話我們去光復南路 麥當勞發100個大賣客 看來哈瓜們要幫忙集氣了 迷先生也不甘示弱 笑說如果得獎就發100個蛋塔 只是祭品文發得如此乾脆 真的有信息拿獎嗎 畢竟這次金曲樂團獎 是死亡之組 才剛在北流開完演唱會 滅火器相隔四年再度入圍 準備爭奪第二座樂團獎 第三度入圍的迷先生 以及第二度角逐的草都沒有派對 也都拿過金曲獎了 落魄合唱團和傻子與白痴 都是第一次入圍 迎戰三度入圍的高五人 以及二度拼獎的大象體操 究竟高五人會發漢堡 還是迷先生送蛋塔 最重要還是看評審的喜好了